糟了 大人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跳过此处不就行了 对不起 能再换一张吗 这 出什么事了 放心 供举都是实行腾血制度 你们的试卷会全部被腾血 你阻碍 一开考就感觉这么不顺利 这是怎么回事 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 难道我被撕脱了 不会是马大人 果真是这样 我该怎么办呢 开考 你怎么如此多事 大人 就请让我见见马大人吧 糊涂 世子应考期间 怎么能见主持者 不怕被人怀疑有脱考之嫌 对不起 是草民没想周全 可是草民的确有隐情 需要向马大人汇报 有什么隐情 事后再说吧 草民要退市 马大人呢 马大人 你先在此等候 徐大人 请进 好 徐大人 你夜间暗地之条 并非两策 本考官看他白天应试时 心事重重 您知道 如果他真因此发挥有误 我纵有心也无力保他 本想循迹安危一下 没想到这孩子 待会儿那孩子就到了 咱们得赶紧想个对策 果真是这样 糟了 马大人带考官从后门进入 怎么也没提前和我说一声 马大人 卢阁已经带到 草民卢阁万分感激马大人一片稀才之心 有朝一日 卢阁成才 定当涌全相报 你这有朝一日 是何意 你真的要退世 大人 草民若因私托考取 实在愧对天下复考世子和他们寒心如苦的父母 以往都圣贤金典 你 况且草民听说 朝廷禁止考生和考官 撕结师门捧党 也禁止大臣攻见竹请 草民深知您并无此意 只是生怕连累了马大人您 你 你让我说什么好 草民自知 辜负了马大人一片苦心 可实在无奈 草民对不起您 孩子 快起来吧 其实本官如此做 也是无奈 如今 脱情之风甚重 很多陆路之辈 乃至狐朋狗党 或出身权贵 或叛復名流 早已阻塞了真才实学世子的上升之路 像鲁阁尼这样的无门之辈 总有一腔才华 也难有出头之日 本官也是无奈 而出此下策 只为保住良才啊 马大人 本官早已看出 你满腹青轮 为人谦卑厚道 有胸怀百姓社稷 将来长大 必是难能好官 如埋没鱼 婴婴狗狗中 实乃大汗啊 马大人对草民这番深重的知遇之恩 草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可往生先贤教导我们 为人处事要坚守节操 不同流合污 所以请马大人放心 世俗流变 但还请相信天道无亲自有功礼 嗯 悠悠陆鸣 始也之平 我有嘉宾 古色吹声 吹声古黄 陈筐是江 人之好我 是我周行 大人 陆明宴马上就要开席了 待会高中的世子 就都要来赴宴了 你说 这事后常立的庆功宴 为何叫陆明宴呢 这 属下只是听说此宴 因歌诗经小雅陆明一篇而得名 悠悠陆鸣 始也之平 我有嘉宾 古色吹声 大人 您 唉 不知本官的嘉宾现在如何 您是指 卢阁 属下这就替您去请 只是 这卢阁莫说高中世子 连参事世子都不是 按理是不该 本官与特邀卢阁残宴 驾 大人 卢阁已往深山静心修学去了 两年过后的供举 卢阁归来复世 登第一 直至近世极地 年方十六 旧时科考 亦有通小门路 汇通关节 无视公正 与今诸多大小环境 并无两样 我们是否也能像卢阁那样 支持进行 连退游手呢 社会公平公正的秩序 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维护 在这些人的维护 是否也能像卢队 在这些人的维护 是否也能像卢队 在这些人的维护 是否也能像卢队 是否也能像卢队 未来自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风吹到哪里 三恶道的众生就离苦 风吹到哪里 这里面就三宝的加持力 当地就可以消灾元寿 就可以圆满 就可以满怨 所以中华印经协会生命电视台 大量免费的制造很多经凡 咒语 佛像 到处送给人家 挂在车上 挂在山上 挂在任何地方 让佛陀的教法大慈大悲 弘扬在全世界 让这个世界消灾难 所以大家多打电话来 我们就把樊琪寄给你 也多护持印经协会这个大量制造三宝 风马琪的功德 佛弥陀佛 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 护名中华印经协会 中华印经协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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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人无别 直到永远 大方光花也 我们相遍 一角风行而去 菩提大道舍 空灯雪岸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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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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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我离开你,我离开你,我离开你,我离开你! 沉浮度众生